佣生既得可以改變你一生的健康幸福 請問我們在座現在 水果都是飯前吃、飯後吃 來,因為危禁又還不糟糕 在這個中華民國的體制來 我們都會告訴我們 飯後吃水果 其實這是不對的 要飯前吃水果 為什麼 不叫他們吃水果當然要有一個原因 是不是 不然我們老師都告訴我們飯後吃水果 你現在在這裡告訴我們飯前吃水果 總是要一個道理、一個原因出來 因為不一定是吃飯後 因為這個飯後就是因為我去美國 買一個飯後 總共要50塊 一條香蕉也收到50塊 一條 那很貴 但是在美國五條的飯後很好吃 很甜、很脆、又很好吃 因為水果它含有多分類 水果都有 譬如說飯後、香蕉、芭蕉、 或是其餘果、柚雞的都可以 因為我們早上爬起來 你把它喝300cc至500cc的溫開水 先把它為酒添 你酒添之後 白開水、溫開水 喝下去 你會覺得很鬆快 之後你會開始吃水果 吃水果吃完之後 一段時間以後 你如果吃你火的炸點 身體是這樣保養的 因為我們裡面有自由基 自由基會破壞我們的五種六福 尤其是你如果吃粉 會更加 或是熬夜 會更加自由基 你這個水果 就是在殺那個困、病毒 所以你如果吃飯後 或是吃水果之後 它會把你的宿便 擺掉 所以你在那天 你的精神會很好 水果就是飯前吃 不好飯後吃 你如果飯後吃 因為我們飯前吃 我們會吃到肉 所以它要消化六七點精 水果如果六七點精後 因為我們的胃是酸性 容易發酵 發酵就比酒 你剛才吃飯會很想要睡 就是這個作用 吃飯飯這樣 來睡一瓶才好 就是因為它發酵 發酵有酒味 我們的激酒也是用 類似像這樣激酒 這樣對你的身體會比較不好 再來 吃飯飯不好隨吃冰的東西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煮菜 有含就什麼 油 油 你如果含冰角落 是會三星小冰塊 它經過這個議題 如果結成這個小冰塊之後 你想想 它會讓我們的飯很容易吸收 吸收在我們的內壁 這樣比長時間來 就比脂肪 脂肪料比什麼 腫瘤 所以說我們的眼神是這樣 將用於三星 要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不要去吃燒鴨 你如果長時間去吃燒鴨 總有一天 我們要整天 絕對來找你 為什麼 我們如果晚上吃到六分百就好 以前吃的 在七點以前 你如果想說 我怎麼去吃燒鴨 沒關係 不是每天都在吃燒鴨 一半回來沒關係 你就實用看這個比較少 不要說 像我去美國十天 那真的你要吃什麼 那在一個廣場裡面 那中西餐看你要怎麼吃 但是我都不敢吃 不敢吃太多 我都正常 從早上起來 就是一個蓬鍋 吃水鍋 之後 我都吃剛才好飽就好了 剛才你那裡吃 水逃不好吃這個 剛才在那裡打拼 那這裡就慘了 看拼是多貴 你還影響到我們 經隔團體的行程 所以說我都盡量保持 因為十天而已 你十天吃 讓你吃吃也不會餘幾公斤 對不對 回家吃吃看要吃就好也有 所以說 晚上 少爺你不要去吃 你吃吃的 好啦 讓你吃到十一點就好啦 不要說十二點 吃吃的回來 七八點鐘 你早上起來 你又要做人家了 你為他沒有休息 為他都沒有休息 你沒有休息 當時間 他這樣蠕動 到尾 會疲憊 疲憊之後 疲憊之後 疲憊就出來了 所以說 在這個尾南 的三省鄉座 我們台灣的 南省鄉座 這個也是其中之一 你在外面吃的 人家煮什麼 怎麼煮你也不知道 所以說 因為我們必須你也說 我們這四千名的行政官員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 身體過得更用 錢而已 比較久 就是這個原因 我今天會給你 拿八十分鐘 把這個時間 大家 好想 來做研究 因為我不是專家 但是這方面 我沒有治療太好 我以前 頭問是都沒有頭問的 但是我現在有發出來 我就是這樣吃發出來 吃五個多餵 我早上 但是我都吃蓬菇 現在 法蘭市的 這個法國出的 這個蓬菇 在喬治 這個 吃肉糞 有個賣 那很好吃 你把它撿那個 比較紅的 那很好吃 只有十幾塊而已 你看我剛才有說 全球將近七十億人口 台灣有兩千三百萬 居然有三相第一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這是正確的 我不是會不會說 我剛才有說過 在這裡我不能會不會說 所以說 大家身體要顧好 來 這是7-Stick Peace Treaty 這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511年的9月8號簽約 1952年的4月28號 晚上11點半生效 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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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台灣人 在中華美國跟我們交易 就是 稍後我要說這三點 為什麼要發獨立 我在民進黨這麼久的時間 要獨立 如果你要獨立 問題出在這裡 問題出在這裡 主權 就是 就是 困力 跟民力 跟主張 這是 這是 熟於 冷土的性質 territory 冷土的性質 我們剛才 我們在1945年的4月圈 我們已經合併在 天皇的新生不可分寬的冷土裡 所以 這個 如果要掛出去 我們就一定要有 放棄這個主張 這就是主權 這就是主權權力 跟主權 義務 這屬於 冷土的性質 哪有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天皇 那時候所有的 完全的主權 就是 一定要有 主權管理 跟義務 就是冷土的性質 這叫做 完全的主權 這叫做 國家 我們 我們已經 合併在冷土裡 我在這裡比較簡單 我們 因為 有跟人家做的 這個土地 所謂說是 好傳地 的土地 跟我們在 有所謂的 我們自己的 土地 那是不同 那就是 類似像是 自民地園 你自己做的 那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說 有剛才 你如果 有人在說 我們有家 有土地 你家 你敢不敢說 這間房 包括這個土地 是我的 不是 你只要有所有款 你沒有冷土 這塊地的主權 所以說 我們都說所有款 可以所有款 對嗎 就是這樣來 這個原意 這就是 Write 跟 Title 跟Claim 這個是 Aporelation 這個是 這個 義務 有 這個 主權 這個義務 就是這個 主張 宣誓權 宣誓權 這個宣誓權 就是這個 Claim 在Claim 這裡 這在 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 的第二條 我們的說得很清楚 Yapen Wilance i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這些是主張 就是宣誓權 Tut Formosa and 澎湖 和平條 這個Claim 我就用紅衣 把你扣起來 這就是 日本政府放棄 台灣的 民意 權力 我再改一個 管力 跟民意 跟這個 權力的 這個義務 要有 權力 你要有 權力 還要有 主張 跟這個民意 這個民理 你如果在 這個 我們再來比較 就是說 義大利 放棄 蘇馬利亞 這個 蘇馬利亞 這個 義大利 為人說是 All right And Title to Somari 這個 過的 那些是都 不需要看在那裡 它是放棄兩項 這兩項 就是權力 跟民意 以及 這是 領土的性質 我們要放棄三項 它這是 殖民地 它要放棄兩項 就是全部 意大利 它沒有蘇馬利亞 它那個 領土 會主權 所以說它要放全部 我們再回來看 日本 日本 以放棄的 是對三項 Title Right 跟Title 跟 Clan 這就是宣示權 這很重要 這就是宣示權 你 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你請要全部 你是要怎麼從哪裡獨立 你是要怎麼從哪裡獨立 要怎麼從哪裡獨立 問題是出在這裡 這個 有了解嗎 就是說 主權管理 我們是在 合併在日本天皇的這個領土 裡面 台灣這塊土地 所以說 這個 君主立憲 就是 大日本帝國 它屬於君主立憲 屬二元制的國家 你天皇 它土地太看 天皇 大日本帝國的版圖就是 北方四島 獨島 本州 九州 四國 跟北海道 跟 琉球 台灣平鷗 跟新南 滾島 就是 南沙西沙 這裡就是 都是天皇的領土 他一個人有辦法管理嗎 沒有辦法 所以說 他委託 修上 修上 成立一個政府 修上 他也有管理 那叫做 主權權利 天皇 它有什麼管理 它有領土的管理 這個 這些土地就是 它有管理 所以說 在這個 舊金山和平條的 這個 以前見白了 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的 二十七條裡面 天皇都沒有受到處理 所以說 進 大日本帝國有地的嗎 天皇也有地的 大日本帝國就有地了 現在 這個 新日本政府 新的 日本政府 就是 馬卡莎 從民主憲法 給它修改 並新日本政府 就是和平憲法 只有這四個島 這四個島 就是本州 九州四國 北海島 現在這個就是新日本政府 不是大日本帝國的政府 這樣你們了解嗎 所以說 我們 我們 我剛才說的 我們可以進去全國 新鎖的來電 萬人是出在這裡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 臣民 安倍 要去跟蘇聯普丁 討北方四島 普丁說 你要回去討論 說兩次 但是 他的助力 有來這裡 最可 普丁很無力 叫安倍 叫安倍 要回去討論 我們必須長 說 普丁說得對 到底就是我們 日本政府的 是怎樣 他也不可以討論 就是這個 萬人在這裡 不是大日本帝國 因為他現在是 新日本政府 如果我們要討論 我們不可以討論 我們要討論 他一定要讓我們 這是萬人出在這裡 這個土地 就是天皇的土地 但是天皇是 就像和平條約第一條的米 他已經 去由馬卡薩 把他選擇 就是說 好 你天皇 你不能說話了 從大日本帝國 他的權利 把他調起來 你不能再說話了 所以說 在舊心山和平條的 這二十七條 都沒有受到處理 所以說天皇如果有地 大日本帝國就有地了 因為你們在初期班 我告訴你們 給你們一個概念 這是都正確的概念 你也可以不相信 但是你們去找資料 百分之百 都是這樣的資料 只是中華民國跟你們加實價 不要讓你們知道 舊心山和平條約 因為舊心山和平條約 所注定的 就是 是約people of 台灣 這就是本土的台灣人 你如果是台灣關係法 所主張的 就是約people 往台灣 你是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你就沒有什麼 所以說 我們在簽新聞情的時候 我們在床 我問一下 有人 大多數有簽的嗎 有人沒有簽的嗎 有簽的那不是幾個 這幾個 這樣OK 你們回來要趕緊去簽 因為這個新聞情 跟你們息息相關 這194個國家都會影情 我記不 待會 我們在華生鎮DC 我們的辦公室記不 你如果沒有這張新聞情 不好意思 他也讓你去簽 你如果去中華民國 那張國民新聞情 你不可能去簽 完毀的時候 3月12號 就是民進黨的 副理會的主任 他要去紐約開會 就是 當黨在大樓 大門口 你不能去簽 但是 有些人說 你還有 另外的證件 他所投出來 第一個投出來的主任 都是中華民國的 人家要給你去簽 一個政策 這是政策 一個政策 就是中國一個政策 全球等一個中國而已 不然另外一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等同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是中國 因為 在第26次的聯合國 已經半數 已經通過了 通過全球 只有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這樣 美國軍事政府的架構下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United Minister Government 台灣西部 台灣西部 你們要進來 那裡 是有一個台灣政府 那個白 有沒有 還進來 大門進來 來 這裡還有看一個台灣民政府 這個 很多人不知道 沒有 因為你們在初期班 我把你們 正確的觀念 我把你們 糾正好 等於 你可以用這個資料 內容 跟你們親自朋友分享 美國軍事政府 是不是五億 美國軍政府 五億 六億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事政府 本來 是台灣 平民政府 整個原文就是 台灣列島 美國 民事政府 如果講回來 這樣 簡稱 台灣民政府 這個軍政府 要做什麼 這個民事政府 要做什麼 民事政府 就是要關我們的內政 包括立法 司法 行政 這些都總是 我們本土 台灣人 自己要做的 你這些內政 如果都管理好事之後 美國軍事政府 要做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除了 我們的國防 他還要幫我們 保護 我們的人民的 財產 生命的安全 這就是 軍事政府 他要做的 好 你外進來 說 奇怪 這我到底是要說對 的 我們這個軍事政府 我們如果 做好之後 我們一切的運作 都正常 之後 他軍事政府 他的撤退 但是這個 要撤退的時候 史上 共道後 我們人的單位 第一 就是美國的國會 他的選保 好 在台灣的 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你可以撤退 第二 就是 總統 總統 如果選保 等同有效 之後 如果撤退之後 這支面就撤掉了 這個面 就會拿掉 拿掉 那四季要怎麼打 台灣政府 你們的新聞證 就是什麼 台灣政府 就把你省略了 不用 他要再改一次 這樣 你們聽得到嗎 這就是這樣 會簡稱來 你要跟人家說 要跟人家改稅清楚 不然 後來台灣政府 現在進來又有 台灣民政府 那些叛變的 又一大堆 我到底是要聽到哪裡去 他像今天也有在屏東 家庭餐廳 在我們家出的那裡 也要募款餐會 還要選總統 這樣這方面 有了解 來 我們現在這個就是 更正義一頁 就是法理論述的探討 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 他這個是 在1872年的時候 他有向國會 照兩本切 經過221年的時候 他來憲國會 其中 裡面就是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第三就是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就是你們驚喜來購買的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就是在美國 陸軍叫戰守則 第六章第一節 第358條 裡面所延伸出來 這個離婚政府不得秩序合法 這就是二月我和平公約第47條 第四點就是台灣 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因為在這兩節科當中 我剛才會重複強調 這就是重點 要給你們加深裡面的印象 因為你們驚喜來 雖然來這裡大 不是很好 這還好 還好 不像外面說在飯店才好 所以我們做一級的主觀 台灣民政府的總旨 就是說你們在10月來 第一節科 所唱的那些國歌 然後後的那些主張和那些立場 台灣民政府就是要為百姓設想 雖然我們有吃比較壞的沒關係 我們會拿到 還有比我們更困惑的那些八生 這就是給我們做一個親身的體驗 不然我在這裡也很難睡 我在這裡我都會跟別人說 我來這裡想想的還是來專訓 我可以暗時回來 因為我在這裡睡 我下降都沒有什麼精神 我就上幾個都沒有睡 因為到了 有時候那些車子 騎五十個就開始在抗了 抗到半年的時候 換一百百我都不會睡 那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打呼啦 我就睡了就開始在抗了 老頂啊 抗了啊 抗了啊 抗 我睡都不會睡 我睡不睡 就整個 那早上起來 有 有剛才我如果 吃一個白開水 吃一個香蕉還是蓬鍋 有六棟一站 不過那很累 我坐車還沒睡一會 坐車都這樣走 我很簽名 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些 如果能夠移轉主權 這些都叫做美國 因為這在 對18 30年到14年 那些拿破仁的時代 你不能戰地為王 你贖的就都你下 這樣不行 所以說 從那一陣來 開始有慢慢 有這個萬國共法 要來規定 規定大家 要怎麼怎麼 這就是說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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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人跟人 人跟法 法人 就是說 有一個刑事的規範 要約束我們自己 在那裡 你 譬如說 你這個東西 你不可以做菜 不可以跟人家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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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想出法 你也可以 不需要收 這個規範 但是下來 你就是要用 編審 我們以後的法律 只有兩條 台湾民間 政府接到 政權的時候 只有兩條法律 第一 我們所有的公務令員 都不能去貪欲 你貪欲 在我們的司法 一些意識規則 我們都有通過 三天之後 你如果查出來 三天之後 就隨便跟你槍斃 你如果犯法 不怎麼 會變形 因為變形 我們那個刑事 有用 但是我沒有要用 那說五個 都披沾肉開 那要說 一個兩個 還是三個 都要聽三個話 好 來 留望政府的定義 就是說 對自己的領土 留望到他國的領土 不可以在他國 建立自己的租款 譬如說 法國 當時 被帝國打敗的時候 他留望在倫敦 叫做 法蘭茹倫敦 比利臀 也是一樣 比利臀倫敦 韓國 韓國 韓國當時 留望 他在1904年 05年 他將他的管轄治理權 來交給 日本天皇 他本身留望在 中國的上海 叫做 中華民國 中國 中國 中華民國 留望來 台北 叫做 Change is right government in 台北 這是台北 是我們的首都 沒有 沒有 不然你想想 高雄跟無論 你不要用中華高雄 為什麼要用中華台北 原因就是在這裡 還有 世中 留望在印度的 德蘭沙拉 突破 那也是一個三次 他留望 都是留望的一個首都 這是2009年 4月17日 美國的聯邦 歡迎 布朗法官 所判決的 我們 本土台湾人 就是這五點 本土台湾人 沒有國籍 本土台湾人 在國際 沒有信任的政府 本土台湾人 也就是 生活在政治的聯合當中 台灣 尤其是美國軍事 占領當中 這就是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 第23條的A 台灣 尤其是美國軍事 占領當中 第五條就是 美國的行政單位 它要主動 協助援國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臺灣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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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按照 戰爭法的組織成立的 在我們2008年的 5月2號 我們就成立了 當時我們也向 1994的國家 阿朗斯 選擇 戰爭法 什麼叫做戰爭法 建政法 就是在這裡 這五點 沒有人說 什麼叫做戰爭法 什麼叫做國際法 你都搞不清楚 這就對 1907年 海牙第四公約 這也有百幾條 遊貫戰爭的 判的 日內瓦和平公約 這都修改 就像我們剛才那個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不能集的 學法 這是從這裡出來 第四十七條 國際紅石智慧 總章程 有關戰爭 的公約 這個也有百幾條 但是我簡單 注意一個 你像 在三米一 這個 紫納米 紫納米 你們知道 日本的海嘯 那個也有這個 紅石智慧 我們也有 掛錢在那裡 它就是包括 救援 還是 戰爭的當中 傷犯 尚凶 我們如果作兵 雖然 沒有戰爭過 但是我們有 撒口 有剩下的食衣 還是那個尖章 類似 都都是這個情形 到第五點 第四點 就是美國 最高反應 有關 建政法的法例 1904年 美國陸軍 總署有關 戰爭法 這有三千 三千幾條 建政法 是一個 慣例法 它沒有條文式 所以說 這個國際法的專家 它有辦法 發導它了解台灣的地位 只有了解五千 百分之五而已 百分之五十 你要加進這個 戰爭法裡面 你知道 發導它完全百分之百 就像我們的 秘書長 他託戰政法的 報酬 他就是用這個 戰爭法 整個詮釋 台灣的國際地位 就是你們現在看的 日本 你們名字 如果有要讓它 簽名 做紀念 因為這個機會 沒那麼多 我們的人數 可能在之前訓練 之後 可能最慢最慢 要再一倍 一倍的款 因為我們四千名高 我們是上美國 美國之後 我們會增加一層 就是之前的叛變 我們會增加一層 我們會增加一層 我們就結束 蒙特維多 他有說過 國家的 要成為一個國家 要有這些 基本的條件 第一 就是 領土 territory 第二 你要有政府 government 第三 你要有人民 people 就是要有選舉 借定 你的憲法 以及你的外交款 請問 這個國家 那不是我們的國家 是不是 不是 他有 這個領土 也不是他的 這個也不是 我們的政府 我們 是什麼人 那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不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這個選舉 這個法律 這個憲法 這都不是我們要用的 以後的法官 我們全部把它改掉 可能我們的 參考美國和日本 對我們人民 優利的 我們會做一個 全盤的 改變 這個政體 我們絕對會改變 會改變很多 所以說 我們雖然 尋問四千名 為什麼要四千名 你知道嗎 我們要三千就好 這就是 東 這是 丹義 他拿一千名 來這裡 關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那時候 是六百萬人而已 現在是有 兩千三百萬的銀口 乘以六 所以說 要有四千名 這是美國跟我們要求的 我們都是一級的主管 你們要記得 十對不能去貪戶 你認可貪戶 你們什麼做什麼都不好 我們這是法律 我剛才跟你說 法律是硬梆梆的東西 這就是這樓就是樓 不是政治所緣 我紅包真的就好 拜託的 沒有變身 跟我說比較小的 拍攝都用機器 你如果人家反操比較好 就調比較重 如果沒有肉 就調比較輕 相同 都說的 都十幾歲 這我們就 修法 大家做得好 我跟你說 一年十個月而已 上班十個月兩個月都跟你們七頭 對不對 那薪水 最多 這是一級的主管的三杯 三杯 你們自己算就好 我們的政策 孩子 對你生出來的孩子 我們一定要規定 強制你 把這個孩子 在孩子 用戶頭 我們政府的百錢 讓你 四大人給他養這個孩子 那你們聽到嗎 就是你生出來的 你不用再給他養 你就是政府 只要你補貨口 之後 你就是把銀行開一個口座 我們政府的百錢 反正三萬五萬 一個月給你 你要買五年份 要買一些三杯 有的沒有的 第二就是 他到學年前 開始在講話 在學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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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藝人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都可以學 獨特、法律、法律、法律 你不能學 我們可以牽制掉 這不是我們的藝人 我們會給它 廢毒 所以說 我剛才來問 就是說 這樣在講台藝的藝人 你會聽到嗎 這也是這個問題 老師 五年以來 我們如果接著政權 五年以來 你台藝 這個議員 你不能說 我們會強制 跟你撤除 我們就是要改變的一代 所以說這個議員 你不用擔憐 我們不行 沒關係 我們在美國 在日本 那些立法師 都把他叫回來 就好 這個不會讓他斷層去 不會讓他斷層 就是說 你們要做的 這四千名 為什麼 他還要過五官 占六獎 一些職權訓練 法律訓練 因為我們都是政治素人 你們怎麼有做過關 沒有 要把你訓練 你的專項是什麼 想說我學電腦 我的槍項就是電腦 我就是環保的 你有這些專業 我們的酒 有三十個聽 軍有二十一個局 很多 但是法治局不行 法治局 有中央統領要科技 不然你法律不行 會不會拚 要有統一 這個我是簡單跟你說 要還有 我們這四千名的保障 就是說 以後我們過的免工保 如果看法律也 Doesn't 要 Sindш小子 對於你修學 修漸錢去敷樓 都會不用錢 十保十ingo 半十八歲 讓你一間房子 不是一間房子 一間 祂就有房子 小孩讀書不用錢,他在做這尊最煩惱的就是 小孩沒空那麼大,小錢不是請那麼虐 我們如果接到賬款,你如果有在銀行貸款 住學貸款,我們如果接到賬款那一天 我們就全部出銷了,你都不用再進了 你如果讀書可以,你都要給他貸款 像我說,貸款三個 同一邊住學二十萬十七百 我老婆都要貸款 所以說,我們有這個政策 但是如果全部我們這裡做得到,我們絕對做得到 這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就是可以說,跟剛才說的,我們又強調一次 就是這個租款管理跟這個義母的關係 就是天宏有領土的租款 這個修上由管轄權 這個 這個開羅宣言跟波斯坦公告 這兩個,這就是1943年 11月二日到二日到二日 在這個 埃及的開羅 波斯坦公告 這就是一國的小鄉鎮 波斯坦公告 波斯坦公告 歷史的時刻 這就是美國重返亞洲 啟動亞洲再平衡的政策 我們來歐金河路100號是10月30號 今年的10月30號 我們的正式完工 你像我們高雄這個處罰路 美國下方已經外觀都好了 就是說美國來的軍券的孩子 要討論在那裡 歐巴馬要重返亞洲 台灣就是攝影権非常重要 我們隔壁就討厭了 對不對 他這裡沒跟我們顧好才可以 不然什麼都不用跟我們講 對不對 就是正當性 我說的這都是屬性 他現在也有在聽 是不是 台灣的未來路要怎麼走 美國願歸本土人 本土台灣人要主題 オトノミー 這就是在天皇的頂 我們的上面還有天皇 這是象徵性 象徵性 我們以後也會主題 跟日本變成邦聯 變成邦聯 但是他有跟畢士長說 我們畢士長有給他答應 台灣不會走向共產國家 第二點 台灣不能跟中國統一 再來 台灣民政會會為到 八生無福利 這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宗旨 這是你的福利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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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給你 Payment 把餅兒 拿著 這就是你的福利 你的權利 生涯的規劃 由你做主 人生是選擇題 不是是非題 這個 我可以說 親生一個例 真實的故事 為什麼人生是一個選擇題 不是對到不對 是你要來選對的 因為你有方向 你的方向 你的目標 你的理想 你的去選對 但是那一天來的時候 他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就像這邊 我們在美國 有一個徐先生 雙人許 徐先生 已經75歲了 他讀國學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剛好 舊金山和平條約 已經簽完 他讀國中 國中的時候 剛好有軍縣 美國的軍縣來 他的隔壁 他住在高雍的愛河 小孩 他那時候 迎禮也不晚 沒三晚 他就說 Thank you Morning 早安 這幾句很簡單 是我們學校而已 但是 他慢慢 要他的孩子 減他一歲到三歲 因為軍縣 有帶一對兒子 來都在那裡出場 但是 他有說一個手 他說 他說 他在出場 但是慢慢 英語交談 還心得通 他說 他在那時候 我們在那裡出場 不知道要在哪裡放 結果 人家不能用賣湯 他不能用 反正 還跑回來 我們 以前的 西學 便所 都放了 會再通 可能你們現在沒有了 年輕人 你們不知道 放了 我們還會通 他反正 放一放 我們再跟他們玩 所以說你看看人家那時候就用賣湯了 他現在國中 他那個軍縣 來的是兩年 兩年 這個任務兩年 但是如果比較得數的 會再加一年 所以說他到國中比合 和國中的時候 他那時候的營業基礎 已經算重上了 國中比合之後 他剛才想說要去尊公司上班 他這八大兄 兄哥 還要烤託 他想什麼 剛才去課 都有課到 在那個尊公司上班 上班後 徐先生 因為兵機到了 兩年 兵機到了 做兵回來 還沒頭路 他在找頭路的時候 有一天 那個尊公司又卡電回來 徐先生 你還不要來這邊上班 說好 這段就十八年 但是那個當中 徐先生也有帶母 生兒子 他剛才生了兩個女兒 跟我相同 兩個女兒 一個女兒 但是那時候 剛好我剛才說的卡特 那時候 中華民國跟美國要斷交 美國要跟中國建交 但是 中國有要求 美國在台灣 第七甘隊要徹底 徹底 徹底後 徐先生沒有頭路 但是 他這個 公司的優管單位 他有說 你剛才15年 你可以移民歸美國 這個叫做什麼 這是人生的選擇 選擇 他回來 他將他儲 所有的財產 儲到地方都不完 他住美國 你如果想說 去美國 還要重新選擇 但是他英語 OK 但是小孩子一個 10國後 4年 這個3年 這個1年 那天來 他現在就是 韓宇龍孫 要來 普斯頓 看孫 塞七點鐘 的車 來那看 要亞特蘭大 要看孫 就要坐飛檬機 美國 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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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 如果你們太太 還是先生 要叫你買東西 我沒有在美國時間 在美國 你可以這樣說 美國的時間 是很多 我們在那邊坐車 在美國 要坐到華盛頓 要坐四點半斤 坐到咖啡 都要升職 他們的國來 飛檬機 對洛杉磯 坐到美國 要四點半斤 你如果說 要來買一個東西 像說 要來買一罐豆油 買一罐沙拉油 要開兩點鐘的路 那我回來 就不用借了 好 真的有夠看 土地有夠看 這就是 人生的選擇 人生的選擇 你像我 他跟我說 這樣 給我一個啟示 我在民進黨 裡面25年 我 我們過去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這個 理念 不對 方向也不對 但是 我現在加進 台灣民政府 我有我的理想 我有我的目標 我有我的方向 所以說 我選得 因為台灣民政府 可以帶來 台灣人 這個老人的福利有保障 第二 就是說 台灣民政府 可以讓我們 一代的驚孫 過得快樂 幸福 美鳳的旗幟 所以我選得 台灣民政府 堅持的選得 各位 你選得什麼 謝謝 這口我就說到這裡